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广告,广告,腾讯视频V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,你可以抓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,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,立即下载错误吗? X,XXX,我有反馈,暂停,下一集0.1.32分直播,1.32分赞目高清超清,720p,高清480p,标清270p,倍速0.5X,1.0X,1.25X1,5X2.0X,倍速播放,在这里,全屏,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,下一个即将播放,取消,广告广告前赞中, 中国VS沙特,最强进攻强袭沙特,近期击寄导破魔咒50%,75%,100%,00273C0G25。 播放模式Chromials分辨率1920,X1080,视频框高848,X480年亮50%,视频协议HTTP,SCD,NAPD,CDC,C032,3510,AF780,A691,I496,A932,AA5GV,SM3CD,S,COM下载速度,缓冲质量, 真数错误码,版本号3.4.37,2018年8月23日15.40分10秒,播放流水,1B3A17793B8A3B96D41D3A90G2F3C60D70201,本地日之点击下载,点击清除,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前瞻中国VS沙特,最强进攻强袭沙特进击及打破魔咒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,WINDOW,DATA,VIDEOAR,PUSHVDU00273C0GR5,IMJ,HTTP,INUS,GTIMG.COM,NUSAP,LS04965799352,64048, Gate视频,前瞻中国VS沙特,最强进攻强袭沙特进击及及打破魔咒,时长约1分32秒,腾讯体育8月24日讯甲加达亚运会,是中国男足第三次以小组赛三连胜的成绩进入淘汰赛,但此前两次小组赛连胜后,却在淘汰赛首轮早早折戟,而且自2002年以来, 中国男足连续四届亚运会淘汰赛首轮大道恢复,这一次195年零等球员为主参赛,加上亚运会此前面对沙特二战全胜的心理优势,能否让中国队打破魔咒, U23国族预计首发,张玉宁既是中锋围是好领险最强攻击群,沙特U21参赛,中国队现乌清敌与越南,乌兹别克斯坦,韩国,都是以U23年龄段,加三名超龄球员,要阵相比, 沙特,日本等队则派出了纯U21年龄段的球员参赛,目的是两年后的东京奥运会预赛,以及东京奥运会决赛圈,沙特参加亚加达亚运会的班底,是去年U24青赛的参赛队伍, 小组赛2比1击败了俄瓜多尔,1比1战平了美国,从而挺入U20世青赛的16强,不过八分之一决赛级领导伊布迪乌拉归出局,由于平均年龄小接近2岁,沙特U21国家队的战斗力,恐怕不会强到哪去,虽然在中国队所处的淘汰赛下半区,沙特还算一支强队, 但对于以U23年龄段参赛的中国队来说,沙特不足畏惧,亚运会开打之前,外界还担心中国队能否过了雪莉亚哥阿联酋这两冠, 实际上中国队全主力出战级3比0金取雪莉亚,轮换阵容也能2比1逆转阿联酋,马达洛尼带领的这支U23国族,是亚运会男族的夺牌热门之一, 不过U23国族去年还是U22国家队的时候,与沙特U22国家队倒是在东云4国赛有过相遇,沙特上半场第40分钟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, 最终还是以2比0击败了中国队,但去年年底参赛的那支沙特U22队伍,只出现了在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,小组3出局后即解散, 而不向中国U23国家队的建制得以保留,PK刹车,中国队要破淘汰赛首轮出局魔咒,1998年在泰国夺得铜牌之后, 从2002年开始,中国男族在亚运会的成绩就有点惨不忍睹,2002年赛淘汰赛首轮被日本1比0淘汰,2006年则是在淘汰赛首轮遭遇了伊朗, 那场比赛让中国球迷印象深刻的是,对手晃开过中国队门将王大雷之后,将球停在门线之前, 但队友过来庆祝时才轻轻将球科入球门,那是中国男族历史上遭遇的最不堪回首的一幕, 虽然在遭遇对手门线羞辱后,中国队是打11的情况下,还是将比赛拖入加10赛,而且加10赛一度领先, 但最终比球大战不敌伊朗出局,2010年和2014年的亚运会,对于中国队来说更加不想去回忆, 2010年在家门口广州举办的亚运会上,中国队八分之一决赛遇到韩国,以0比3的比分满败, 2014年,凭借战胜巴基斯坦挺剑淘胎赛,但八分之一决赛,就完美在泰国脚下, 比分是0比2,杨挺开场35分钟就软红,而泰国的克莱索恩没开二度, 这位曾经两次攻破过卡马桥时期国足城池的泰国前锋,成为中国队的猛烟, 当然,2015年的亚洲杯预赛,他也曾经是国足的救命恩人, 如果不是他的进球,国足无法前往澳大利亚,而化成为巴嫩前往参赛, 连续四届亚运会淘汰在首轮出局,而且有些惨不忍睹, 不过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队往往派出121年龄段的球员参赛, 从2002年开始,亚运会男足比赛,要求以用23年龄段的队伍参赛, 允许有三名超龄球员押阵, 中国足协则是以提前锻炼队伍,为两年后的奥运会准备, 总是让球队以小打大, 即便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, 又正至孙祥等超龄球员, 押阵的中国队,也未能冲击奖牌, 这一次以95年龄段球员为主,虽然没有超龄球员押阵, 但面对97年龄段参赛的沙特, 打破连续四届淘汰赛首轮出局的魔咒, 相信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是男士, 亚运会PK沙特全胜, 中国队延续辉煌, 除了去年两支U22国家队的交手之外, 中国队和沙特的交手, 多位成年国家队层面, 而两队的第一次交手, 恰恰发生在亚运会的赛场, 1978年的亚运会, 中国队首战即遇到了沙特, 最终1比0取胜获得了开门红, 那届亚运会, 中国男族最终在同牌争夺战中1比0复仇小组赛, 击败过自己的伊拉克, 首次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, 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, 中国队和沙特在淘泰赛首了相遇, 那一次中国队以更为干净利落的2比0击败了沙特, 从而挺进, 办决赛, 并且最终收获一枚银牌, 尽管与前两次亚运会三场用国家队出战相比, 这一次中国队以U23国族出征, 而沙特更是以U21年龄段出征, 不过亚运会史上两次面对沙特全胜, 还是让中国队在心理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, 当然, 即便是国族层面, 中国队与沙特的交手也不处于下风, 18次相遇其上次平击负战成平守战绩, 2015年的澳大利亚亚洲杯, 凭借于海的金球, 中国队一比零小声赢得开门红, 这一次亚运会赛场的相遇, U23国族就是要跨过沙特这一关, 对手竟然没轮放水, 想在八分之一决赛透梦亚拉, 最终却掉到中国队的面前, 没有理由不给沙特点颜色看看, 而且此前两次亚运会赛场遇到沙特, 中国队都收获了奖牌, 亚运会赛场的第三次碰面, 中国队还能复制曾经的历史, 顺带提一句, 世遇在赛场, 沙特也曾经放水, 导致中国队1982年, 在亚大区被新西兰淘汰, 措施了早早杀起世界杯决赛圈的机会, 这口恶气也得注意下, 扎库米, 进淘汰赛U23国族不光争胜, 还需谨慎, 避免非战斗新检元亭赛, U23国族预计首发, 将玉宁继续中锋为是好领先最强攻击权。